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1年11月9日 今天有三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蕭若元 在昨天11月8日的旁晚時分左右 東網突然出了一個新聞 由他們東網正WhatsApp去討論這個新聞 蕭若元台灣街頭被打 根被質食狗屎 及後蕭若元有出來澄清我沒事 沒被打 沒食狗屎 但很多人都覺得這件事是有QK 稍後會和大家分析這件事 另外還有更多內幕內情爆發給大家聽 大家評估一下蕭若元是否真的被街頭打和刺食狗屎 另外第二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就是有一名黑暴 他早前送這個接單送腸仔 即施華力腸 去到警察學院 然後他在運送途中拍下單 然後放上網 在此還要配上一句字 就是我要你們全部埋不了業 結果被警方落案起訴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這件事 另外第三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就是近日在內地有一個熱門的話題 有一名女子早前涉嫌酒架 遇到警方的查車行動 要求她吹波仔 檢測她的酒精含量 但她拒絕提供酒精呼氣測試 而且還要大大聲叫人 她是怎樣叫人 而這個人竟然被爆事後是公安局局長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這件事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給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順利插的陷阱 亦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要說的就是蕭若元 在昨天傍晚時份 大約是六點多左右 我手機彈出了一個通知 就是這個東網的通知 她的標題是這麼說的 蕭若元台灣街頭被打 更被則食狗屎 我相信不少朋友都留意到這則新聞 或者看到這個通知 立即很興奮地按進去看看 到底發生甚麼事 在東網的報導中是這麼說的 她說現時身處台灣的網台負責人 蕭若元惹血光之災 據了解蕭若元日前在台灣街頭被當地黑幫毆打 事後更被側他去食狗屎 不知雙方因甚麼事的結犬 亦不知蕭若元現時的傷勢是怎樣 然後東方回報報導 說早前炒股票 一扣清袋 旗下的二環財務還錯炒洗倉股 結果蝕很多錢 她說不單是自己選手 她以前經常預測股票的走勢 但說話也不行 所以有股壇明燈之稱 所以可能有不少人跟她預測買賣股票 令自己選手爛腳 不排除因為這樣有人找她蝕粉 這是東網的報導 而在東網報導推出後 蕭若元馬上拍片 很豐富地說我現在沒事了 又在扭身扭細說 我沒有被人側狗屎 亦沒有被人打 現在還在拍片 甚麼事都沒有 甚麼傷都沒有 看來很想證明自己 真的沒有被人打 而這件事我個人覺得有點奇怪 要不需要出來回應得這麼快 不過不要緊 蕭若元出來回應 意料之內 她不承認她被人打 更加不承認她吃狗屎 是更加估計到的 老實說蕭若元被人餵吃狗屎 也不是風光的事 如果是事實 你也不會拿出來說承認 然後我今天想回到東網 看看昨晚蕭若元出來 更新承認 坦白說自己沒有被人打 否認了這事實 到底 東網會怎樣寫 如果東網的消息來源真是錯 她一定會改回 但我去到今天看 東網並沒有改回她的內容 並沒有更改 她說蕭若元被人餵吃狗屎 看來這個消息 東網那邊也相信是真的 但最終消息來源是誰 當然不知道 東網不會說出來 你知道蕭若元也有勢力 但他在東網補多了幾句 有一個YouTuber 叫戴肥 在她的節目上說 蕭若元和人有淺癮爭執 有人出動到台灣的足益時邦 來香港和蕭若元扶子收訴 而蕭若元找來江湖人物調停 測不測得到就未知 蕭若元後便去了台灣 繼續惹很多風風雨雨地說 在這裏令我看完這個新聞 我要立即去找那個所謂YouTuber大肥 看看到底她說甚麼 其實這個所謂YouTuber大肥 他在YouTube上有三萬多個訂閱 本身是做一些時事評論 但是黃營那邊 她說我看她的節目 她的節目是跟蕭若元道歉 她所謂的道歉是甚麼呢 她說她跟錯了東網的消息 東網說她被人打吃狗屎 所以她出來趁一下柳梁 結果她自己出來道歉 既然蕭若元都澄清了 說沒有被人打吃狗屎 那算吧 我就不說她 說跟她道歉 但不知道大肥是否覺得 糟糕了 純粹是一個道歉不威 她爆了很多關於蕭若元的事 這些可能我們 不是他們的黃色圈子未必聽得到的消息 大肥聲稱 在四個月前聽到消息 蕭若元的二環財務 跟一些內地人有金錢糾紛 是金錢糾紛 而這裏他標榜了不是共產黨 亦不是中國官員那些 他說這些是骯髒 他是跟內地某些人有錢的糾紛 我想無論是否內地也好 他有錢的糾紛很容易都招至殺身之禍 他亦繼續爆料 曾經有人動用台灣的竹聯邦 來到香港和他兩父子 即是蕭若元和蕭定壹 收訴 爆料的人到底是誰 大肥說 今次爆料的人士 就是陳惠敏的契女 相信大家陳惠敏也認識 以前拍不少古惑的電影都有他 他以前是一些有背景人士 黑幫人士 後來改了行去拍片 拍電影 後來這個大肥說 竹聯邦後來來了香港 收訴 然後蕭若元當時 找了陳惠敏幫忙擦局 表面擦好 之後過了台灣 這樣說我 難怪如果聽到這個大肥說 我終於明白蕭若元躲到台灣這麽久 因為他和別人在內地有生意糾紛 駁人家內地人不敢去台灣 可能有些 政治背景或其他背景 導致他不敢去台灣 所以香港未必是一個著草之處 他們去台灣 著草 潛逃最好 難怪蕭若元這麽久都不回來香港 長期躲到台灣 原來就是因為這樣 但這件事令我想起 如果蕭若元真的被人打 或被人側他吃狗屎的話 真是不奇怪 我上次聽到這裏都覺得 原來你自己經常欠債 外面跟他金錢糾紛 又要找江湖人士 看你也有些江湖背景 如果是這樣的話 江湖屍殺 江湖屍片 甚至你那些金錢糾紛 真是不奇怪 所以這件事到現在 真是無從稽考 但你問我的話 我相信東方 亦期望 畫面可以出現 當然我不會這麼刻心 除了蕭若元之外 其他人我不會這麼說 大家看看情況會怎樣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自己怎樣看這件事 你亦覺得蕭若元有沒有被人打 有沒有被人側吃狗屎 好了 說完這件事 想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早前 有一個黑暴 他本身是一名跟車工人 有一宗案件 就是今天在庭上發生的 我看到後我覺得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這名跟車工人 早前接到一張單 就是有200條私華力場 就要送到警察學院 而這名跟車工人在送單期間 拍下那張訂單 然後放上Instagram 即社交平台上 然後就加了一個Tag 加了一個字 就說我要你們全部不誤倒葉 然後這個Post被警方找到出來 後期落案控告他 就是刑事恐嚇罪 他的案件在昨天在東區裁判法院 被裁定罪成 而法官認為案情厭重 就把這個案件押後到11月24日才判刑 而這個案件最重要之處就是 這個IG是有400多人追蹤的 其實是一個多人數的個人IG 而他本身 他所說我要你們全部不誤倒葉的意思 相信無論從大家也好 或是從法官也好 從正常的角度都在說 這個人很明顯是想把腸下毒 或者把腸加料等等 令到這些腸 這些香腸是受到不當處理 導致這群警察出現身體不適 令到他不見 很明顯是這樣 而這件事令我啟發了甚麼呢 就是網絡世界不是無法可依 即是那個人可能他沒有實質的動作 他沒有實質的動作 他沒有在腸上 沒有下毒、射藥等等 因為至今都看不到有任何報告 說有大量的警察 在警察學院吃完食物後 複射、肚子、食物、中毒 全部沒有 但他純粹是鋪了一張照片 說這句話 不要以為好玩 不要以為在網絡上捉不到 其實在現在這個世界上 科技很發達 有很多人會跟隨網絡上的東西 我們亦開始看到我們重視網絡世界 在接下來 香港會有越來越多的法例 可以保障在網絡上的言論自由 而不會超越法律的界線 而今次他投這張照片 亦控告他 亦入罪 就是告他這個刑事恐嚇 而這亦證明了在網絡世界上 你做這些恐嚇的行為 你去說一些煽動的事 其實不是說拘捕不到 甚至不是說你純粹言論自由 在網絡上說說就行 這是一個恐嚇罪 這是有法律可以根據 所以在此呼籲一下 提醒身邊的年輕人 做事一定要三思而後恨 不要經常做完後再考慮 做之前考慮後果 是否值得你去做 OK 說完這件事 另外第三件事要和大家說 就是內地近日有一個熱門的話題 就是有一名女子和漁威的人的關係 這件事到底是甚麼呢 近日微博 關於漁威是哪一個 就成為了這幾天的網絡熱話 事源就是這樣 在11月6日 江西南昌當地的媒體 聯同南昌的交通警 進行了一個叫做夜茶酒假的直播 在直播的影片中 一名 拿著馬沙拉蒂的女司機 涉嫌罪嫁被警方查獲 而交通警方拿出酒精呼氣測試的儀器 對這個女司機進行酒精測試的時候 這個女子一點都不合作 甚至多次對交警說 你叫漁偉過來 而且還試圖打電話 不知道他是不是想打電話給漁偉 但酒假是犯法 人人都知道 總是有些人不信邪 非要自己一路喝酒 還要開車把自己撞上窗口上 雖然有些人 總是覺得自己才拿槍的一個 這個霸道的女司機 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而交通警方已經警告他 當時跟他說 這是全網的直播 全國人民都可以看到 但這位霸道的女司機 竟然不為所動 堅持要被餘偉打電話 有一隻感覺散發出來 就是跟你說 我現在吹雞叫人 你有膽子就不要走 這樣的一種患慢的感覺 最終的結果 就是漁偉沒有出現 但是漁偉沒有進展 這個女司機涉嫌危險駕駛 被警方立案起訴 縱觀這件事 他的結果是令人大快人心 但是整個過程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到底漁偉是誰 他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關於這個問題 南昌市紀委表示已經關注這件事 相關的情況仍然進一步調查 但據我所知 在南昌市剛剛好 他們的公安局局長 又是叫漁偉 到底這個漁偉和那個漁偉 又是否同一個人 在最終調查結果出爐之前 漁偉這件事 我們可以先不說 畢竟 到底是走後胡言亂語 還是真有其事 到底關不關漁偉事 這件事 在這刻很難去說 但是我們想說說漁偉這件事 不是漁偉 是漁偉 這件事真的值得說 走後未必會吐震言 但是言而心聲 始終你說的都是心中想說的 始終這個字是不會錯的 而深信這些權力可以擺平一切的人的眼中 每次遇事就搬救兵 持著自己有權力 就去欺負別人 去壓住別人 其實這是一個習慣性自然的條件反射 遺憾的是這個霸道的女司機 不單是趕上一場 全網直播 而且還要遇到一個 正直的交通境 面對著這個女司機惡劣的演技 這個交通境甚至跟她說 你叫誰來都沒用 你說任何人的名字都是害了她 這些道理其實那個女司機未必是不懂的 只是她心裏依然是不相信 說到尾 在女司機心裏 神秘的餘偉身上 或是帶著一種神秘的餘威 只要打一個電話三言兩語 就可以將交通境和我們國家的法律 一起拿捏不死 這些笑話雖然是荒誕 但事實上我們說起來 其實依然是有點心寒 為何我今天會想說這件事給大家聽 因為這件事好像幾年前 有一件事叫做 我巴士里剛 相信大家都聽過 自從我巴士里剛這件事出來之後 類似的這些所謂的雷人雷魚時常都有發生 雖然很多是以鬧劇收場 但這些事間中都會出現 從未絕跡 說到尾有些人不單是身後有人 而且這些人 還要真是有用 問題就是 到底這些工具人的思維 我叫誰出來 或者我答他的名字 真是幫到我的 這些思維 其實是否真的害了人 絕對是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當時 李剛的這件事 而當時 其實我巴士里剛 其實是他兒子的問題 但是李剛當時在電視上 他痛哭流淒的畫面 相信不少網民 或者不少內地的朋友 依然是歷歷在目 依然是記住了畫面是怎樣 令人唏噓不宜 然而 仍然是有不少的人 經常拋出一句 喂 我的誰是誰是誰 我叔叔是法官 好像之前香港也出現過 我叔叔是法官 等等這些情況 而這些到底是基於這些人對自己的謎之自信 還是對於出於權力的謎之留戀 這真是值得大家深究和探討的事 每一句這些類人類語 都是一個無法忽視的 必須要舉報和指證行為 所以這次這件事不僅可能刺爆了一個氣球 更加可能刺爆了一顆痔瘡 在廣大的網友或網民圍觀裏面 這個霸道的女司機 上演了一場鬧劇 公眾的視覺 全部都集中在他那裡 而且還集中在餘偉和權力上 是否有更加荒誕的劇情未來會發生 或是否會有其他事會繼續發生 這真是不得而知 留給相關部門去處理 亦是一個非常難的問題 其實本身 誰是餘偉 這個餘偉是否公安局局長 其實一點都不重要 而重要的是 到底有沒有餘威這才是重大的問題 到底有沒有人 眷戀權力 有沒有人用權力去濫權 有沒有人是以權謀私 這才是重要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這個事件 其實最主要是想告訴大家 現在我們內地發生了甚麼事 而且在這次事件中 我們亦看到這件事引起了這麼多網民 或是全國人民的關注 主要的原因 是在於有人濫用職權 而很多香港的小黃人或年青人 他們依然覺得在內地有很多貪腐問題 或者有很多濫用職權問題 或者社會不公的問題 的確在十年 二十年前 這些問題經常出現 甚至很普遍 甚至有些人認為是官方默許 但到了2021年到今天 我們的中國已經不容許這些事情發生 而當這些事情如果上綱到網上 其實這些行為 一定會被追究到底 所以我們在這裏已經看到 我們現在國家的發展 和人民的質素 今天在這裏分享這個故事 亦希望大家 可以了解更多 關於內地 現在發生甚麼事 甚麼熱話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 反對派想你插金證 亦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的訂閱 開啟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這條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